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内容包括它的相位比较 电压阵力大小来做比较 并且跟测量值 理论值来做比较 以下是我们的课程内容 我们来介绍分压式偏压细细放大电路交流讯号测量 我们的内容 第一个观察输出跟输入的相位 再来测量VS跟VO的电压阵符 第三个电压阵力测量值与理论值的比较 首先看观察输出跟输入的相位关系 好 我们把面包板接妥之后 如图所示 好 这两个接点是要接到我们的VS跟D 好 这个是我们的VO跟D的讯号 使用信号产生器跟试破器 同学们在这个图形里面 我们看到了这个CG电路 它没有反向的结果 所以我们的输入跟输出讯号相位是相同的 再来第二个我们测量VS跟VO的电压阵符 好 同学我们看一下 我们这个半周得到0.5个minisecond 所以我们一整周会得到一个minisecond 那频率就是1k 再来我们看一下我们的VS 因此我们加了史伏特的峰对峰值电压 好 同学们看一下 再来 我们的输出量到了9.36 来 同学们对一下 所以我们的电压增益可以得到0.936倍 再来第三个 我们的电压增益测量值跟理论值比较 我们来计算电压增益的理论值 首先我们看小R1 小R1就是VT除上I1 那等于25min伏特除上10.35min安培 计算的结果近视于2.4欧姆 再来我们这里的AV是指VO比上VI 那计算的结果会近视于1 再来我们看我们的AVS 我们的AVS是VO比上VS 那利用连锁率可以写成VO比VI 乘上VI比VS 而刚才的VO比VI已经计算了是接近于1 所以我们剩下就是VI跟VS 那VI跟VS就是一个电阻比率的关系 所以是R1并连R2除上 分母向的这个RS加上R1跟R2并连的结果 我们计算的结果得到了0.936 好我们来看这个结果比较的状况如何 我们的测量值AVS得到近视0.936 而我们的理论值也是0.936 同学我们必须跟各位提醒 这也许只是个错巧 一般的实验不会那么的刚好 那这个部分真的是错巧 好各位同学上述的内容当中 我们针对它交流讯号的输入电压波形 跟输出电压波形的相位做比较 并且量测了输入电压波形 输入电压波形的电压振幅 来计算电压增益 并且理论值跟实际值来做比较 好以上是我们的上课内容 这以下是我们的参考书目 我是洪君寨老师 谢谢同学们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